亲友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搓这个指法 我们用的是练习曲舞,散散搓音练习 那么搓有大搓和小搓 搓实际上是用两个不同的手指发出同时侧动两根琴弦 那么发出一个和声,一个两个音的和声 那么大搓呢,是用大指和中指 中指入旋,同时大指也入旋 这个音,这个指法的组合叫做搓 那么大家看这个练习曲舞里面的写法 就是散音,草字头 搓呢,取的是枣,也就是正体字,这个搓的一部分 在枣字的那一竖左右分别写两根弦的弦号 那么枣的上面呢,实际上是写左手的指法 那么在没有左手的时候,就是写散音 就是写一个草字头 那么练习曲五呢,练习的是散音的搓音 那么练习曲六呢,我们就会开始学那,学暗音的搓音 那么枣字的上面就会有更复杂的这个数字 灰位和左手手指的这种指带 好,那么搓一六 首先搓的时候,因为大搓的时候我们用到了大指 所以这个肘要立起来 这个肘要立起来 肩要放松,肘要立起来 基本上在75度以上 这样才能够保证大指的出入弦 它的方向是跟弦形成一个垂直的关系 那么大搓一六 好,注意 两个手指都是入弦 所以都是由直变弯 反搓是相反的动作 也就是说是T和P的结合 那么中指的T和大指的P都是出弦的动作 也就是说都是由弯变直 那么拖完了以后 手指要自然的停靠在相邻的两根弦上 那么在P的时候呢 借着这两根弦的力量 稍微有点捏这两根弦 形成一个反作用力 这两个手指 就是直出去 出弦形成了P 形成了反挫 对不起 好 那么第二小节是二七弦 那么同样 先放在二七弦上面 那么P和拖 就是都是用这种保留指的方式来演奏 就是同时放在这个弦上 挫出去 然后反挫 然后反挫 反挫 这个反挫用力要均匀 我刚才用力有点不均匀 所以有一先一后那是不好的 那么用力要均匀 这两个声音要同时出现 好 这是大挫 那么小挫呢 就是啊 用的是中指和实指 大挫是中指和大指 小挫是中指和实指 所以我们看第三小节是散挫一四 那么中指实际上是中指勾一 同时实指是挑四 是一个勾和挑的结合 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大挫要复杂一些 因为大挫两个手指都是同时入旋 同时出旋 而小挫呢 是一出一入 啊 这个 挑的指法 我们知道是实指的出旋 而勾的指法是中指的入旋 所以中指是入旋 实指是出旋 是啊 一个出入的组合 也就是说这两个手指 一个是由直变弯 一个是由弯变直 啊 中指是由直变弯 实指是由弯变直 好 那么小挫完了以后 这两个手指也要自然的停靠在 啊 这两根弦上 啊 小挫 小挫一四结束以后 那么这两个手指 是自然的停靠在二三两个弦上 那么反挫 就是相反的动作 是T和抹的结合 啊 T和抹的结合 那么反挫 小反挫 是 嗯 更为麻烦一些 因为这个动作 我们平时不会做 也就是说中指 你是试图 由弯变直 而实指 是试图 由直变弯 啊 那么反反挫完了以后 是形成了 这样啊 中指是直的啊 实指是弯的啊 挫呢 完了以后是中指变弯 啊 实指变直 这是错 这是反挫 这是错 啊 好 那么这个反挫的时候 大家练习的时候 可以先 撑在 一丝两根弦上 先撑在上面 然后 中指直出去 实指弯回来 先撑在这两根弦上 好 嗯 那么大挫的时候 轴 要抬得多一些 那么这个角度 我说了 是大概75度以上 那么小挫的时候呢 也要稍微 呃 抬起来一点 但这个角度呢 应该是在60度到45度之间 啊 也比正常的这种 弹单音的时候 也要稍微抬起来一点 这个抬起来的目的 是为了保证 搓的两个手指 它所形成的直线 跟跃扇是平行的 那么大挫的时候 也就是说 中指和大指的连线 和跃扇是平行的 那么小挫的时候 中指和实指的连线 跟跃扇是平行的 嗯 那么我先把 嗯 就是 呃 第一段这个大挫 和第一段小挫 那么第一段小挫呢 是 隔二弦的小挫 也就是 比如说一四 它中间隔了二三两根弦 啊 这个隔二弦的小挫 啊 我先把 这前两段 啊 那么 我们在这个练习曲里面 我所说的段都是指反复记号 凡是出现了反复记号 反复记号之间的 那就叫一段 啊 不管它长还是短 好 前两段 那么第三段 第三段呢 嗯 是隔一弦的小挫 也就是说 比如说一三 这两根弦 啊 之间只隔了一个二弦 那么这个再挫完了以后呢 两个手指要汇聚在一点 汇聚在一点 啊 汇聚在一点 把这个 呃 二弦好像就捏在手里的一样 啊 中指 有点覆盖在这个 食指的指甲盖上面的感觉 啊 也就是说 当你 这两个手指的连线 搓 搓音的两个手指的连线 跟月山平行的时候 它最后汇聚是在一点的 啊 那么如果汇聚不在一点 这是不好的 如果你搓了以后 形成这样 啊 这是 这是错的 这是不对的 啊 应该是这样 啊 搓完了以后 在一点上 它的连线是平行的 那么它必然是汇聚在 一点 好 啊 那么我再把三四两段 啊 第四段也是非常非常短 是大错 那么 这首曲子 一四两段是大错 二三两段是小错 我再把三四这两段 啊 就是 隔一弦的小错 再加最后一个大错的尾声 弹一遍 好 大错和小错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原则 除了这个 手指连线跟月山平行以外 还有一点 是搓的了这两根手指呢 你要想象 假如说 它像一个三角形的两边的话 那么它应该形成一个 类似于等腰三角形 那么 这个弦所形成的平面 类似于一个底边 那么它 应该是大概 呃 这个 这两个手 要 比较均衡的放在上面 啊 形成的 类似于一个 呃 不是纯粹直线的 这样一个等腰三角形吧 可以这么说 呃 其实目的就是说 它的手的中心线 应该是在你 所跨的这个 弦的宽度的中央的 啊 大错是这样的 啊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前倾 也不能够往后撤 这样子也不对 这样子也不好 啊 是相对的在中间 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 这样一个 一个关系 当然这个等腰三角形 这些不完全是直线了啊 不能说是让它变成一个 笔直笔直的 那那是不对的 那是僵硬 它是一个大概其是还是弧线 但是像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样一个稳定的一个结构 小撮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想象这儿大致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顶点 这两根手指交汇的这个地方啊 垂直下来就是应该是这个三角形的高的那个位置 那么它应该是在中间 它不能够不能够这样 这样就前倾了 也不能够这样啊 这都是这都是不好的啊 应该是啊 比较均衡的坐落在这两根弦上 那么这也有利于它啊 同时发力啊 均发出一个均衡的这样一个声音 不会说有一根弦声音特别大 另外一根弦声音特别小 这是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最后就是啊 第四小节我们是散搓72 然后再散搓16 再散搓72 大家看到我的手指 我散搓72完了以后 我的大指就不动了 因为大指就散搓完72 它就是在6 大指就是在6弦 而下一个是61 那我这个大指没有必要动它 我只需要把我的中指移到1弦 再散搓16 散搓完16以后 下面是散搓72 那么我的中指已经在2弦上了 所以我的中指不必要动 我只需要把我的大指移到7弦上面 调整我的手的位置 形成等腰三角形 形成平行 搓出去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弹琴执法的经济原则 能用最少的动作完成的声音 就不去增加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 那么有的人这样弹 那是不好的 然后同时都离开弦 再去 再同时离开弦 这是没有必要的 这个而且会 那么在放的过程中 你就会有犯错误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正确的弹法应该是 这也就是古书上说的 手不离弦 这样一个原执法原则 好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话 请订阅 请点赞 谢谢